兩岸情勢升溫之際 國安局釋出最新報告 定調中國親台手段 不減反則 影中帶軟換句話說 就是文攻武嚇 因為福建力推惠台措施 共軍卻強化威脅灰色地帶 試探國防底線 加上二十號單日 載有三十二架次共機擾臺 其中二十架次逾越台海中線 甚至有一架共軍無人機 飛往東部海域形成包圍圈 距離花蓮短短四十四海里 遭美國印太司令部點名 國安高層嚴密監控 國軍備戰不求戰 向美方購買四架 MQ9B徵搜無人機 預計二零二六陸續到貨 配合國造針打一體銳鴛 騰雲無人機 形成任務區隔 威和共軍寸土不讓 但國造潛艦泄密疑雲 卻還在朝野持續延燒 委員你涉嫌潛艦泄密 但是以招委的身份來招牌 精力會這樣合適嗎 好 總瓜也涉嫌潛密 他也是有被告 那他應該要先辭 潛艦召集人的職務嗎 不為洩密叛國的被告 不僅不迴避機敏度高的外方 外交國防委員會 還被國民黨推舉為招委 這不是墮落嗎 怎麼好意思在那邊講 所以我們要上將當招委 很適合啊 徐曉信當招委也很適合 每個人都可以當招委 再征判 不好意思就要扯到 牽涉國安預算政策 走向新會期開跑 國防委員會依舊炮聲隆隆 靖新聞 邱柏廷 時中央廠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